歡迎來到即場教導致有問必答的環節 坐下身邊的嘉賓 就是要財政圈的高級分析員 直耀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這時間聽聽家庭觀眾黎小姐的電話 黎小姐 你好 1101榮盛重工 我未有課 請問這個課的成績好不好 好 未有課 你想短炒還是中場線持有 沒所謂 好 無所謂 現價在6.05元跌了接近1% 你是怎樣分析這隻股份 本身榮盛的業務發展都是跟造船有關 公司本身是民營的一間 比較是內地來計 是內地造船的領先企業 其實前景方面 我可以這樣說 這個板塊是太慘人會 但始終見到 其實公司今年會比較著重於海洋工程 關於這方面的船的業務 亦見到公司本身 其實都在今年的廣告上個月裏面 都有一宗消息 說到 今年的目標是30億美元 這個數目是多還是少呢 如果和去年的同期比較 如果去年看 公司的收入方面 其實是有超過126億人民幣 如果是30億美元的話 意味著如果是數量的收入方面 應該會有強勁的增長 但要留意本身出現增長是比較快 但始終是造船業這方面 都涉及很多幹材這方面的材料 也記得到延長的價格方面 都涉及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所以這方面來計對融性的影響有多大 這個就可能要再觀察一下 才會留意得到 但在今年的股價圖方面 其實走勢上 反而比較一般 因為最主要是圖表 剛剛都見到 其實見到它之前的股價 雖然是創過8.30億美元的高位 但之後股價基本上是輾轉了一個回落的情況 特別是這幾天 除了大市不斷回落 其實股價也開始是由7元的水平 一路先後倒到6元的水平 其實跌幅也不算小 當然現在到6元的位置 初步看到有一個比較支持 看到在6元的水平和復活 初步看純粹想反彈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嘗試 但那種業務的前景方面 其實我覺得都要比較再觀察一下 但如果你想純粹說這個鏈價位賣 你的風險大不大 可以這樣說 除了現價 其實如果看待長者的話 其實說的是現價 基本上是一個上市 或者一個低位 但這位置是否值得高不高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般般 但如果你想純粹去一個短線的情況 這位置我不會反對 但萬一如果要賣入隔離 如果跌穿大概是5.7元左右 例如說到5.7元左右 我覺得最好私人的股價會比較 只要那本層的實力會比較好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黎小姐 他現在沒有賣 所以遲些才賣 其實前景方面 其實我比較是一般 不是太看好的 但當然如果純粹想一個薄反彈 或者是短線炒促的話 有這些位置買 其實我覺得都是可以考慮 而上網的空間來的 其實暫時初步看 你見到一個顧客圖 其實它的跌幅是由7元的水平 跌到現在是6元的水平 你講到跌了10多個% 所以短期內其實不排除 股價會有一個反彈 但那個幅度可能去到6.4元 應該是行人止暴 所以你覺得短線 現價買我都不反對 但問題是 你買入隔離 萬一股價很幸運 它真的升上去 而再回落的話 我覺得可以只要一個指示位 大概買入價的5%左右 明天是5.7元的信息 好,謝謝 還有沒有問題 黎小姐 好,多謝你電話 拜拜 另外,不如我們看看地皮拍賣的消息 剛才我們分析了司徒拔道的地皮價 現在不如看看有一村海棠路的地皮 以5億7,900萬成交 看到地盤的每尺流面地價 大約是超過15,700元 其實業界估計大約是4億9千萬 至到7億7千萬 每尺流面地價 就介乎1億13,000至21,000元 其實看到那個拍賣成交價 其實都在中間 都不算超出市場預期 又或者是上限成交 看到地積比率只有1.2倍 地皮面積又不是太大 發展空間也不是太多 其實會不會看到豪宅地皮 這次1.5億7千9百萬成交 你又怎樣看 其實這次的拍賣價 對我來說 都覺得比較合理 應該是很理想 最主要地皮的面積不算大 如果看面積的話 都算是比較正方 正方而比較實用 基本上你看到近年 在一些優質地段 例如剛才提到的消耗拔道 以及今次這塊地 本身處於一個優質地段 所以可以看到剛剛拍賣的情況 基本上都是相當之踴躍 也看到地產發展商 投地的意願都比較高 其實這個國家不算合理 當然現在如果有成交價 也算是歷來第三大 九龍方面的地皮 所以當然地產有紀錄 相當之不錯 但這個價格是否合理 我可以見仁見智 但如果看估值方面 現在近來的樓市市況 這個價格是一個比較 如果要作價 都算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好 麻煩你 看到最終投得地皮 就是中國海外 香港上市的編號是6800 估價來說 現價跌了4000 到達14個百毫路 其實是否看到內地的財團 都開始來本港的地產市場 分一倍更 其實看中國海外的經營策略 其實之前公司也提及過 其實它都會向 已經不再集中在一些內地 一些國家 是一些一線的城市 基本上它都會將業務 不斷擴散開去 變成業務方面發展 就不再局限於一個地方 譬如我講一些二、三線城市 其實今年來公司的目標 都會擴散去 擴散去這一方面的市場 今次中國可以投擲香港這塊地 你說是否等於中軍本地的市場發展 我想暫時 現在一段時間看就算是 一言之上早 因為始終投地的金額 其實不是說 相比中國海外的業務發展 其實不算是高的 見到公司本身在二、三線地區發展的話 反而我覺得這是未來增長的 比較大家留意的地方 這次販賣土地的成績 其實對中國海外的意義太大 所以你看到販賣結束之後 基本上對中國海外的股價 都未構成一個比較的 明顯是一些的走勢 所以你當作個別事件 可能會比較合理一點 另外又看看現在正在販賣的地皮 就是元朗牛潭尾 見到競爭相當激烈 見到開價來說 就是2.9千5百萬的地皮開價 現在已經成造到6億2千萬 見到已經去到一倍那麼多 那個叫價的時間 會否見到其實元朗地皮 大家都知道 都是豪宅的地段 見到三幅地皮 其實司徒拔島 以上限的價格就成交 九龍塘地皮 其實都是市場預期之內 大家都覺得理想 元朗地皮來說 都會不會創出高價呢 這方面都絕對不奇怪 因為其實今次整在這三塊地 本身都是一個優質的地段 尤其是大家也會預計得到 因為日本本身的市販賣這幅地皮 原朗這幅地皮 牛潭尾這幅 基本上都在當地的優質地段裏面 以及大家也預計會有個別的地產發展商 例如如在元朗方面發展得比較積極的新地 都會預計得到 鏡頭比較高 所以其實地皮的競爭劇烈 我覺得都是合乎市場的預期 當然最終是誰投得的結果 暫時未知 但我覺得地價方面 都是一個優質地段裏面 現時市區方面 是一些比較一地段方面 都比較難求 所以你說發展商願意 足夠一個比較高的價錢 投地的話 我覺得都是比較正常的 但見到地皮拍賣得相當理想 但港股其實都沒有刺激作用 好像都是現價跌227點 跌了接近1% 後線有沒有動力 始終你說這次拍賣土地這一方面 其實對方的大股影響 可能始終未說太正面 或者直接 始終你說港股始終受制是一些外偶因素 其實你說本地因素 其實就沒有說太多一些負面的消息 反而你說都是一些外偶因素 主要港股的情況之下 初步一看二萬三千才能夠守住 但你說始終前景方面 仍是視乎外的發展 特別是內地會不會有格式行動 或是歐洲方面會不會有更加中一步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 謝謝Stanley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仍然都是即場較勞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記住打電話來20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groove.com.hk 同大家看看賣地的最新消息 現在元朗地皮每口叫價調低到200萬 稍後回來見 大家看見 大家看見 大家看見